微信外面遭遇史上最严禁令,哪里会是重灾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上周是微信大开杀戒的一周。 5月17日,微信宣布从7月5日开始全面清除诱导分享并收回群ID功能。 5月18日,腾讯发布了被称为世上最严外链公告,将于本月29日正式实行。 5月21日,又宣布取消了争议条款。 发布关于升级外链管理规则的补充公告,称决定删除上述公告第二条外部链接不得再未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等法定正照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传播含有视听节目的内容。 新规将于5月29日起生效。 这个被称之为世上最严外链禁令立刻引起了很多讨论。 有用户也做出了一张用户将不能在微信中分享的视频APP名单。 微信对此回应,这个所谓的清单并不准确,属于一额传额,里面有很多都有视听许可证,而这次公告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提升朋友圈外链体验,减少骚扰,优化视听内容的质量。 但是开发者反馈的客观情况也必须尊重,因此我们对公告做了及时调整,删除有关视听许可证的要求。 这意味着,涉及语导分享,诱导关注等违规,包括微信内部与外部,的内容今后将无法再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裸奔视频将遭遇滑铁卢。 如果按照获取视听许可证的这个标准,至少有20多款产品都会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已经关闭了音视频的外链分享接口,现在微博内的音视频只能转发到微博内。 5月18日微信发外链分享规则之后,外界也将微信的这一政策看作扶持其其下短视频平台微视的发展。 3天后,微信删除了以下内容,在朋友圈分享的外链需要获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等法定证照的要求。 并声明,平台会进一步与开发者研究方案,共同做好视频内容的质量和合规性管理。 事实上,微视迄今为止也依然被微信拦截,一视同仁。 这么看来,微信考虑更多的是相关政策风险,而非外界所解读的竞争问题。 外链及外部链接,对于微信来说,在其中运营的公众号,朋友圈中转发分享的外部内容,各种HTML无网页,游戏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外链。 对于微信来说,外链是支撑其生态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微信的强大关系链和10亿多月活,微信朋友圈上的外链分享,将直接决定于内容能否达到刷屏或报文的重要因素。 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在的用户更多的是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打开相关链接,频率远高于应用商店及其他同类平台。 虽然微信删除了关于视频分享到微信需要有视听证的需求,但这对于应视频类企业依然是个隐患。 首先,提供相关许可证的需求是相关政策要求,而非微信,微信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旅行管理的职责。 事实上,微信对需要相关许可证的内部产品,同样严格要求。 比如,开发者可以在小程序管理后台添加社交红包功能,但必须提交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这样一来,虽然微信虽然会进一步与开发者研究方案,共同做好视频内容的质量和合规性管理。 但涉及到违规、违法、不符合微信相关规则的内容,依然无法在朋友圈中畅通无阻。 当然是听证也成为时刻悬在音视频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微信官方在第二份公告中删除了有关对网络视听证件的要求,但由于微信在4月11日的禁令依旧适用,所以,包括抖音、威视、快手和西瓜小视频这四家短视频APP,仍然没有在朋友圈解禁。 HTML5也将成为重灾区。 除了音视频内容外,还有一些内容在5月29日以后,也会在朋友圈消失。 1. 规范特殊识别码、口令类信息传播。 为避免过度营销造成对用户的骚扰,朋友圈内不允许发布及传播具有识别、标记功能的特殊识别码、口令类信息。 2. 类似于淘宝、口令分享、外部群聊需要输入口令加入的产品,将无法分享到朋友圈中。 2. 禁止更改用户返回路径。 2. 朋友圈外部链接禁止更改用户返回路径,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点击返回时强制跳转到飞上一级页面等。 3. 往常我们在朋友圈里打开一个链接,通常在页面的左上角会有返回的按钮。 3. 如果用户点击返回按钮,依然回到朋友圈,这就属于合理行为。 4. 如果点击返回跳到其他页面,就属于更改用户返回路径,属于违规行为。 5. 除此,从外链的一级页面进入二级页面后,再点击返回,必须只能返回到原来的一级页面。 5. 禁止使用含有用户隐私数据的浮层。 5. 禁于外部链接中使用浮层可能导致用户头像昵称等信息泄漏,朋友圈外链分享将禁止使用含有用户数据隐私的浮层,否则是为违规处理。 5.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HTML5,有很多发在朋友圈里的HTML5一打开就需要用户输入个人信息。 5. 这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5. 毕竟,微信对于外链的内容生成机制,真实诉求并不是完全清楚,一旦有的不法企业拿到用户信息,后果将不堪设想。 5. 在2016年Coco's春季开发者大会上很快CEO李明,分享题为《社交生态下的H5游戏新器机》的演讲。 5. 在该演讲中,李明提到,在微信内或者手机QQ、微信、公众号之内,更适合跑HTML5的游戏。 5. 而他给出的理由是,现在的用户更多的是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打开相关链接,频率远高于应用商店及其他同类平台。 5.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将让前者实现跨越式发展。 5.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HTML5游戏未来的发展将重度依赖微信。 5. 当然,产业越是繁荣,就会越有灰色地带,就更需要严格的管控才能保证整个生态的良静发展。 5. 当然,微信对于自家的产品小游戏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5月9日,微信推出小游戏严禁滥用分享的规则。 5. 并表示,凡是涉及到强制分享和分享滥用的小游戏,情节严重者,将会下架处理。 5. 和小游戏相比,微信对于外链的处理机制显然会更轻易些。 5. 据了解朋友圈外部链接第一次违规修改完可申请解封,申请方式为,发邮件到momentapptencent.com,说明被封链接及修改情况,第二次封禁12小时,第三次封禁一天,第四次及以上封禁一周。 5. 之后若未修改完成不予解封。 5. 对于违规后仍进行恶意技术对抗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用多域名、多账号来规避平台限制。 6. 已经发现,永久封禁其账号、域名、IP地址或分享接口。 6. 微信的壮士断碗。 6. 微信已经不是第一次禁止外部链接了,比如此前禁止了淘宝链接、虾米音乐分享链接等,如果说,上一次只是腾讯与阿里之间的竞争行为。 6. 赢连长更想把这次解读成壮士断碗。 6. 外链也是微信生态组成的重要部分。 6. 可以看出,新规供设及酒类可能被封杀的内容,包括诱导分享、诱导关注类内容、H5游戏、测试类网站、虚假红包、虚假活动、谣言、骚扰信息、广告信息、垃圾信息、提文不符、低俗信息和非法获取用户信息等。 6. 这里面有许多都是外部分享到微信的内容,毕竟,微信之外,无论从创新性和基数都足够大。 7. 甚至可以说,微信生态惊天的繁荣,外链也有一部分功劳。 8. 有许多人分析,微信是为了市场竞争而封杀外链,赢连长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毕竟,微信比谁都清楚,生态的成功必须依靠外部支持。 8. 微信生态面临大考 8. 公众号活跃度降低,优秀作品不能出头,朋友圈分享质量下降,这些问题已经势不争的事实。 8. 微信也非常重视,光上个月就推出几大政策,重构微信的内容生态。 8.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提升效率。 8. 包括帮助用户提高找到好内容或其中意内容的效率,帮助运营者更高效的触达用户。 8. 但摆在优质内容和用户之间的隔阂是差的内容。 9. 而微信对于差内容的标准非常明确,影响用户体验的内容。 9. 只有隔阂去除,用户体验变好,生态才能更加繁荣。用户回归用户,企业回归产品。 9.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一个词让用户变成你的销售人员。 9. 企业就想尽办法游吹更多用户来帮企业转发、卖货等。 9. 当然,如果遇到欺诈情况,用户对这件事就会天然产生排斥。 9. 营连长觉得,微信正在用那种设置游戏规则的方式,让用户重新变成用户,让用户以用户的视角,接受处理他们喜欢的内容和产品。 9. 而企业则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产品打造上,不用再为XXX又耗懒微信的羊毛而愤愤不平,挺玩走险的走捷径。 9. 往常,营连长都会安利大家几个规避规则的小技巧,其实微信已经把不能做的说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件事上,相反路线就是正确路径。 9. 暖.'' 9. 暖。 p . by bwd6